第1674集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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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得住傻眼了呀 他既然能坐到这个位子上 有一个是傻子吗 没有 那他当然也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物 他肯定清楚叶好轩说这句话那是什么意思 哦 感情是对龙傲的特供断供这一事 叶好轩不悦了 所以才有着酒厂停工的事情发生 王得住连忙道 哎呦 叶少 这 这件事情是我工作上的疏忽 我 我向您检讨 您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龙局一个交代的 但是 这 现在 请 请把酒给下放了行吗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那群老同志们 他一个个的堵在我的家门口 我 王得住是说着说着又快哭了 行 知道了就好 我也不难为你 现在回去派人去酒厂提酒吧 叶好轩看着家伙态度诚恳 也就不想为难他了 他可是知道 被一群老头子逼着要酒喝 那是怎么一回事 谢谢叶少 真的是太谢谢叶少了 王得住是千恩万谢的对叶好轩说着 刚开始的时候说啥也没哭 这会儿骤然听到叶好轩不难为他了 那眼泪就巴达巴达的掉下来了 他这一次可是学乖了呀 他发誓以后再也不随便断别人的功能 本来龙傲的职位标注就有些模糊 在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没有一点失权的老家伙 但是谁想得到 他会跟医生持上关系 这一次也算是他自作自受 对王得住来说是一个教训 以后他绝对不会再狗眼看人低 王得住是千恩万谢的离开 叶好轩也没有了顺意 到了他这个实力级别的 他已经不用刻意的去休息了 所以说叶好轩寻思了一下 干脆到酒厂那里看看 现在发展的到底怎么样 记得当初和少青营一起定下的这个酒厂 现在一晃都这么久过去了 叶好轩几乎是没有回来过 当初这个酒厂是因为一个经营不善 几乎快要倒闭的酒厂 如果不是叶好轩的三花贵路酒大货 这家酒厂 现在恐怕早就已经不存在了 不过当叶好轩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吃惊地发现 附近原来贫瘠的乡村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繁华的街道 而这里的一切全部都是靠着这远近闻名的养生酒厂养着 酒厂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养生酒生产基地不仅仅只有这么一个生产基地 在全国万人规模的养生酒基地 恐怕不下十个呀 而这些基地生产的酒 并不仅仅是流向国内 更是源源不断的送往世界各地 养生酒现在已经成了走出国门的国酒 酒厂里面有一套成熟的管理体系 普通人想要进入这里面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叶好轩尝试了数次 最后不得不自保家门才走进去 酒厂现在的负责人是一个叫杨新的人 他已经从事酒这方面的行业 但摸爬滚打已经几十年了 有着丰富的经验 听到叶好轩来了 他慌忙地放下手里的工作 出来迎接叶好轩 叶总啊 不知道您今天大假光临呢 有色远迎啊 此在此不好意思啊 杨新跑出来 和叶好轩握了个手 杨总客气了 我就是一时心血来潮 来这里看看 四处走走就行了 别惊动员工 叶好轩笑的 好的好的呀 我的叶总是四处咔咔 杨新连连点头 他也知道 叶好轩的到来一定会引起轰动的 所以说不惊动别人最好 否则的话 今天的生产还进行不下去了 现在供货紧窍 各大基地都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工作 而且各大基地都有生产任务 那要是完不成生产任务 那是会被其他的养生酒生产基地笑话的 叶总啊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车家 我们的生产流程是 牙格按照国家的标准来的 流水石亚市与牙发市一体 而且这种模式 对我们的配方 是有着石锋墙的保护作用的 杨兴带着叶好轩 到这生产车间 实验室等地方参观 只见这个地方一切是井然有序 并没有因为叶好轩今天突袭检查而慌乱 嗯 不错 流水线的工艺水平也提高了 叶好轩看着生产线 他不住地点头 确实啊 球场的流水线工艺 比起之前要高效不少 另外 这条流水线是从哪里引进的 感觉效率方面高了不少 叶好轩看着这条极具现代化的生产线 他不由得好奇地说道 大家一直公认的就是这个帝国的机械工艺最好 但是叶好轩发现这里的流水线上 并没有帝国工艺的影子 所以他觉得好奇 这是我们公司牙发组亲自牙发出来的 饿不财 饿搭让组长 杨兴笑了笑 有些谦虚地说 这条流水下的工艺 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从零件配件到娃工 都是我们几个人做的 哦 没想到杨厂长 还是位机械方面的人才 叶好轩有些意外啊 杨兴是邵清营高架 从某个地方给请过来的 给挖过来的啊 对于说邵清营的眼光 叶好轩一向是相信 他认为邵清营一定不会看错人 而事实上呢 邵清营确实没有看错人 他的眼光是相当的独到 不然的话 也不会挖来这么一个人才 流水下什么时候 安装调试完毕的 就在作天晚上 我们几个熬夜调试挖成的 杨兴笑道 不错 公司应该是好好的 嘉奖你们几个 叶好轩很满意 我们已经犒劳过我们自己了 我们几个人 每人开的一瓶特供 杨兴哈哈大笑 车间的生产环境 以及生产线的水平 我已经见识到了 确实不错 说话间 叶好轩已经到了仓库处 这个地方摆放的全是成品酒 发往全国各地 甚至是世界上的 那都整整齐齐地马放着 还是叶总和邵总管理得当 不不不不 是杨总你管理得当才是啊 叶好轩笑道 哪里哪里 要不是邵总慧眼识珠 我下载还窝在一个小酒厂里边 做我的车家主任呢 杨兴笑道 说起来 邵总深爱的伯乐 有伯乐 也有千里马嘛 叶好轩大笑 杨总好 叶总好 仓库里面的人 那是来来往往的 不时的有人经过叶好轩 和杨兴的身边 他们向两人打着招呼 正在仓库里面转悠着 突然听到了门口的出货区 有人吵闹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叶好轩的眉头一皱 看看是怎么回事 行 那么过去看看 杨兴也是一愣 公司里面是不可能会有 吵闹的事情发生的 尤其是今天 叶好轩来这里视察 虽然说来的突然 但是他也早就传达下去了 那按道理说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好轩和杨兴一起走到了出货区 吵闹正是在这里发生的 只见一个出货员正在努力的解释着什么 而在他的跟前 有一个身穿西装的人 带着几个人站在这里 那西装男三十多岁 容光焕发的 而且一脸的春风得意 就仿佛这个世界都是他的一样 这家伙对着出货员吹胡子瞪眼的说 我说了 我要快点拿到货 我知道我知道 出货员也是一个好脾气 他耐心的说 现在我们的酒正在出货 因为我们发往全国各地的酒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翻起来比较麻烦 出货是需要一些手续的 而且出货以后 这个酒需要解开泥风醒酒 所以说 你要马上出货的要求 我达不到啊 不是你知道这酒是往哪里送的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啊 西装男冷哼了一声 哼 我告诉你 我要的酒全部都是特供 啊 这是供那些退休老干部的 我是后勤供应处的处长 我跟你讲啊 你们的酒已经断供几天了 如果今天我再提不走 我让你好看 中年人一脸凶相的指着那家伙 哎呦 对不起 特供也不行啊 我们得走正常的程序来 出货员无奈地说 我走你大爷的正常程序 我们后勤部的人提东西 就从来没有走过正常程序 这一书 你们经理呢 让他过来跟我说话 你滚蛋 这个人显得是中气十足的 怎么回事啊 杨青和叶好轩一起赶了过来 你哪位啊你 中年人有些力气 啊 这是我们的领导 出货员生气地说 我说你这人 你放尊重点 他这尊重 什么尊重 我一关面上的人 我为什么要对你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尊重啊 啊 中年人指着杨青的 你 你你你你级别不够 换你们经理来跟我讲 一个技术员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 技术员 叶好轩和杨青言论啊 杨青这才发现呢 自己因为昨天晚上连夜调食设备 而早上又忙着其他的事情 所以早上都没有来得及换下工作服 这也难怪对方把他给当成技术员了 我就是这里的负责任杨青 我是厂长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发应 你不要在这里吵 那么公司是有企业文化的 什么企业文化能吃吗你 中年人冷哼一声 我现在关心的是你们的酒 什么时候可以提早 走正常程序就行了 那么公司有那么公司的流程 所以说有些程序还是要走的 比较麻烦 但是这也是为了保证酒的储藏与用处啊 我不管你们的程序是什么 我现在就要提早酒 这是我们特勤部下的单子 这么久不供货 现在你别告诉我 你手里没货 啪 中年人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拍 小李啊 给他走正常程序提货 通知出货区那边 有侠出货 杨青看看时间 像在九点 等到十点半的时候 应该就能从库里走出来了 你稍等 你要让我在这里等你一个半小时 中年人看着杨青他冷笑的 我能这么认为吧 这已经是俺们出货最快的速度了 杨青无奈地说 特工嘛 本来就是优家的 这再急也没有办法呀 不是 我一个堂堂触记的呀 我在这里跟你们等着出货 中年人大怒 你是什么逻辑呀你 你别把自己说的太高大上脑啊 你们部长来了也得等 叶昊宣布约了 这家伙谁呀这是 态度挺嚣张 后勤部的对吧 你们部长今天早上还在我那里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呢 你算什么玩意儿 不就是一个跑腿的吗 还把自己当成一回事的 你们后勤部是怎么办似的 叶昊宣走上前 你又是哪位 中年人皱着眉头 我说话 这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吗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无规矩不成方圆 就得多等一个小时而已 那也是等 你见过哪个体制上的人 等你们平头老百姓的 那不好意思 你今天还真得等 而且你得向这里的工作人员道歉 不忍的话 今天这货你提不走 叶昊宣回头道 杨总 这批特工暂时不出库 出库的时间安排到下午 不愿意等他可以回去 哎呀 好 好的呀 杨星点头 他也是气不过这个中年人的态度 他转身就去安排去了 不是 你 你哪位啊 中年人终于开始正式起叶昊宣了 叶昊宣这一句话 就能让这里的人屁滴滴滴的去办 看样子不是一般人 我哪位跟你没关系 在这里等着吧你 不是 你知道这酒是供给谁的吗 你 中年人的火气蹭的就窜了起来 他怒道 这是供给一些老干部的 如果你耽搁了事情 你担当得起吗 ** *** **